那么极乐世界 染症苦落统统都没有了 全都放下了 所以他的业叫敬意 纯净纯善 依照阿弥陀经修行 就能修到纯净纯善 纯净纯善所感的果报 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你有纯净纯善的敬意 阿弥陀佛帮助你吧 与你的心愿完全相应 心清净身 清净过度 帮助你在这个地方修行 成就圆满的行得 等得妙旧的果位 我们自己布局这个条件 阿弥陀佛 帮不上忙 佛能够加持你的 是在你自己修德上增长一倍 你自己一点修德都没有 他对你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帮不上忙 你有一分修德 加持一分 你有十分修德 他就加持你十分 阿弥陀佛 我决定没有分别 没有自主 没有好物 不是这个人我喜欢他 那个人我讨厌他 没有 佛没有这种信 佛信是清净 平等主 这是我们应该要学 必须要学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除世待人介乎 要归到清净平等主 什么清净 天下本无死 什么死都没有 心就清净了 还有这个 还有那个 你怎么能清净得了 所以把这些 那些统统放下 决定不放在心上 真念佛人 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 出阿弥陀佛 什么都没有 清净心 现前了 看到一切人 一切死 一切无 通通都是阿弥陀佛 平等了 你看 清净平等 现前了 清净平等 哪有不绝的道理 清净平等 是自信本定 自信本有的 剥弱智慧 他就先前 智慧先前 就叫做 主啊 我们能修到这个境界 能不往生吗 不但决定往生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是生十包庄严图 不是同居 更方便 不是啊 你说我们能做到吗 能不能做到 完全在你自己 你自己愿意 你就做到了 不愿意 那就很难了 这个权不在别人 与任何人都不相干 与阿弥陀佛也不相干 完全在自己 那就是心里就只有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全都丢掉 这是你 决定往生 而且决定往生 凡生同居图 下定决心之后 您这一桩事情也不相 只想阿弥陀佛 只想 只念阿弥陀佛 你到极乐世界 果报自然 现前 这个时候 你才真正明白了 解释 也 清净 俱之流泄 为什么 你亲眼看到 超越世界 经文上讲 超市喜欢 非常乐 恐慌 尤其留学 决定 斗佛